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江 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婚姚 你好我是于秋雨 欢迎收听秋雨书院必修课程 大家好我是于秋雨 上次我激情洋溢的讲了红楼梦 虽然篇幅不长 大家大概都能承认这真是一个世界名作了 我把我的课继续讲下去 不管是三千课 我讲到的黄中西 顾炎武 王富之他们的三千课 也不管是昆曲 那个红东整个中国大地的昆曲 也不管是永远需要仰望的高峰 红楼梦 这些严格讲起来都出现在民间 有的时候官场也参与 但这个官场完全被民间所裹挟 所以和朝廷的文化行为没关 所以朝廷呢 呃 当时正处于清朝的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这个时期 所以朝廷也要有所作为了 所以在朝学秦去世以后十年 乾隆皇帝 开始 找手编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 词书 四股全数 这个编了整整十年 这个呢 平行人论也是中国文化史上 不可轻视的一点 他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以前朝廷编的一些书 比如 呃 永乐大典 这是明代 比如康熙时候也编过古书图书集成啊等等 四股全数呢 把皇家编书这件事情呢 真正的做出来了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做得很成功 但是我们如何来看待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呢 这一点可能有一点争议 所以我要认真的讲一讲 这个乾隆皇帝所领导做的那个功臣 四股全数啊 应该说是非常的成功 乾隆皇帝指派当时最有学问的 一个大学者叫纪晓兰 引来那批学者 就是中国能够找到的最大的学者 他几乎都集中了 干嘛呢 首先不是编书 首先是进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选择 这个从1773年到1782年 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从图书的收集衡量到判断抄写 充分的体现了当时中国高层知识分子的学术能力 这项文化工程 囊括了中国文化 从古以来绝大部分的重要文险 可以称作文化上的万里长城 那个当然也有问题 就是他们在收集图书的时候 对不利于清朝政权的一些速度毁了 毁的量也非常大 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损失了 但是总的说来 在一个图书收集非常艰难 一般的文人学士 很难把过去的图书收集起来的情况下面 有皇家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 四库全书还是永远值得崇敬 我们不要贬低他的成就 也不要因为他在编的过程当中 从前毁了好多书 就把他的主要的成就 也就开始一看一眼 这是不应该的 错管错 对管对 四库全书总的说来是对的更多 我们应该承认应该仰望 而且应该保护这个四库全书 从他的实体的书籍 到他的名誉都应该保护 但是我作为现代文化人 总是忍不住要问一句 因为世界已经走到了十八世纪 而且在编四库全书的时候 已经走到了十八世纪的后期 从文艺复兴的时候醒来的欧洲 醒来的西方 他究竟是怎么样了呢 马可波罗和利马多的故乡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一件事 就是在我们编四库全书的这十年 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集中在北京的这十年 西方发生了什么 我认真地查了一下 一查平行而论 我稍稍有点紧张 就在编四库全书的这十年 瓦特制成了联动式的蒸汽机 德国建成了首条的铁主的铁轨 英国建成了首座铁桥 美国的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 法国的一对兄弟发明了热气球 实行了第一次的自由飞行 卡文提许还证明了谁是华和物 等等等等 这十年都在这十年当中发生的 也许有人会说 你说的都是物质科学 西方确实走到了我们前面 我们中国重视的精神领域 是这样吗 好像也不太对 因为就在这十年当中 创立人性论的休默 创立国富论的亚当斯灭 创立社会契约论的罗书 都完成了自己一系列重要的学说 而且佛尔泰 莱辛 哥德 孔迪亚克 也都发表了自己关键性的著作 这一对比 我们就会对四股全书表示崇敬的时候 不能不关心一下文化导向上的差别了 我们在收集古代文献 他们在探索现代的未知 我们在注视 他们在设计 我们在操录 他们在实验 我们在缅怀 他们在创造 这里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方向 这个 半个多世纪以后 一场近距离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 庄严的中国文化 不能不低头吹泪了 那个时候 我们会出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 大量的话语 有的时候 为了挽救中国文化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激进话语和争斗话语 但是结论确实很简单 就是文化要继续走下去 必须是创新 创新 再创新 前两年 编《思苦全书》的姬晓兰先生 他家乡 要与宣之本 重映姬晓兰先生的文集 希望我能够写一篇序言 我就把上面这个意思也写进去了 我知道这位聪明的前辈学者 如果知道了当时世界上的其他情话 也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 就是《思苦全书》很伟大 但是他也反映了 中西的力量对比 发生了严重的差异 终于 这个差异 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冲突 这个冲突呢 我不能不说 一方面就前面讲到了 是由于我们的保守 由于我们的缅怀 由于我们的固执 由于我们过于的自我欣赏 所造成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不能不说 是西方 它的外力的推动 造成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严重的对立 甚至于对峙 从十九世纪开始 欧美对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的需求量大大增加 这我写过好多文章 证明中国茶叶发现的时间很早 但是家家户户都不是大家都在喝茶叶 喝茶叶还是少部分的事情 没想到一传到英国以后呢 英国成为一个日常的消费品 一天要喝几次茶 那个喝茶成为一个高层社会时尚 后来变成了普遍的社会时尚 结果茶叶需求量大大增加 和茶叶相关的丝绸之路 那个丝绸也大大增加 结果呢 造成了巨大的贸易易差 按照现在我们的经济学的词汇 西方每年有100万两到400万两的白银 要来填补这个贸易易易差 这个呢 很像现在 就是由于中国制造 无论是茶叶和丝绸都是中国制造 由于中国制造 中国要获得惩罚 明明是西方自己的需求 却要来惩罚中国 于是他们惩罚的方式 首先是贩毒 用鸦片要来平衡这个贸易易易差 英国的商团作为主干 美国的商人也参与了 于是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就在这种情况下面 很难缓解 因为我们的文化力量 是走了下行的路线 我们的科技力量不够 我们的经济力量不够 还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文化思维 也完全不知道如何来应对 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我们下次再讲